然後重點是 我覺得你們男生抓不住界線就是 通常這個時候你好歹你就會說 其實我最近 我跟我女朋友怎麼樣 你可以不用主動告訴他 因為他說 他們在認識之前 他就沒有女朋友 那他也不覺得有需要 去隨時跟人家解釋 或是跟人家主動說 我有女朋友 但是我的方法是 那我可以 席間我順便帶到就 對不起 因為我女朋友可能最近 我們在整理家裡面比較忙 那我覺得這樣對方就知道 你有交女朋友了 就會 因為看對方跟他的對話 態度的方向 不可能是 不可能是知道你有女朋友 才這樣子講話 所以其實是這個男生 沒有把自己的界線分好 對 我覺得不只是這個男生 我覺得很多男生 都會有這樣狀況 不是啊 因為男生本來就一隻獅子 然後這邊有肉也是會吃 這邊有肉怎麼不吃呢 有兩個選擇 我的意思是 一隻獅子 對啊 那請問我們女生 是不是可以做一個美妙的食物 就這邊也被啃一口 那邊也被啃一口 不是 我的意思就是 回到就是原本的是男生 我的意思是 男生的理想講的話 就是 也是 雖然是 就是到嘴邊的肉 不吃白不吃嘛 差不多那個意思 對啊 所以就說不單純啊 其實也很難的 就像我就覺得 我自己很難對女生說出 說出不字 對 真的是這樣 就像我在上一個戲拍那個 歡喜先令的時候 就是 有個女生就喜歡我 他 鬧的整個劇組裡面 所有人都讓他來追我 哇 我就變得很尷尬 那可能是工作人員 瞎啟哄 對對對 瞎啟哄 那你就 你就沒辦法說去步子 到時候你要說步就弄得他很難堪 那你話得到了什麼程度跟他 以至於到時候我就求助別的女生 我說到底該怎麼做 我說告他 我有女朋友了吧 他們說 那不行啊 因為你要這麼說的話 她是主要演員嗎 蛤 她是主要的演員嗎 她不是 那就沒有關係 她是化妝 但你傷害到人家 你就不忍心的 化妝他每天也都會來啊 總會有人受傷害的啊 對啊 我跟你講 這種最好的 你是化妝師 你要追我 我從今天開始我自己化妝 他就很明白 你不想讓他化 你不想跟他在一塊 這也是一個妙招 對啊 也是一個妙招 但是現在很難拒絕 為了自保也要好好劃清那個界限 因為你要想想看 你應該也不希望你的女朋友 單獨去跟別的男生吃飯看電影吧 所以為什麼你要做這件事呢 但是你們有沒有發現 每一個女生 他只要碰到男朋友 會有這樣子的狀況 都是因為那個女的一直想要抓 你越想要抓 你的男人越想要跑 對 還不如放他出去 一個禮拜之後 要有適當的空間 一個禮拜之後他回來 筋疲力竭 他哪都去不成了 我跟你講 真的 像訴苦那種也不行 我失戀 我需要一個男生朋友 陪著我聊天 不行 就是不行 如果你知道你的另外一半 是會傷心 或會擔心的話 你基本上自己就會 就是會分一個界限 對 比如說好 即便我心情再不好或什麼 我在單身的狀況下 我真的有時候 其實會很需要異性的 一種鼓勵或什麼 對啊 可是我絕對不可能去找那種 有老朋友或是有女朋友的 有另外一半的 對啊 但是如果你知道 這個男生很守分際線 這個女生也很守分際線 但這個女生失戀的時候 找了這個男生 你們還會擔心嗎 對啊 我所謂的分清楚是像 比如說我跟小郎哥這種 我們各有老公老婆 我們兩個如果講了什麼 也不會影響到 我們各自的感情 但是 別人怎麼會知道呢 他 沒辦法看到你的 看到你的腦袋裡啊 之前我有一個女友 她就很很正 然後她跟我說 她要去一個男生朋友的家 看電影 單獨哦 我就 我就很擔心 而且那個男生 我也知道那個男生 對他有意思 但他當然不會承認 但是 我看 因為我看過那個男生 我也看那個男生 看我的女友的那個眼神 我就 男生很敏感 我們都知道 那我覺得 我的女友那時候 很故意的 因為我們 她就知道我吃醋 她就跟我說 我現在要去那個 找那個男生看電影 我就 很生氣 那她也知道 我不敢跟她分手 因為我太愛她 她說 我不管 我就是要看 然後我們就 吵得很嚴重 但是 她知道 我又不想跟她分手 怎麼辦呢 我就真的吃虧啦 那我就只能 結果後來咧 為什麼不能一起去呢 最後還是分了 為什麼不能一起去 對啊 我就說 好 那如果真的可以 我就一起 那 那我就不要去好了 我覺得好誇張 她就已經幾乎坦白講 我就是想要在你背後做事情 就是 她女朋友也知道 她自己有分際線啊 她也覺得她能把持得很好 沒錯 可是你怎麼知道 她到底把持得好 所以你越抓她 越想逃 到最後還是分手 不要一直抓著她 就是這樣 完全人多大的一切 那個其實男生就是分三種的 就是直接 一個 就是說 直接想要愛愛 發生關係 第二個也是直接想要愛愛 第三個就是直接想要愛愛 喂 沒有啦 其實目的都一樣啦 最後目的都一樣 但是呢就是 看電影 我覺得這個很危險 如果吃飯 或許就是吃飯的話 有可能是只是單純的朋友 然後就是直接想要愛愛的話 OK 只是想要那個 但是看電影這個東西 對我們男生的好會很危險 而且 看電影就是一點點尊重這個女生 然後就是 要認真地追她 然後就是 而且我們男生就是看電影的時候 女生在旁邊 一直想要牽她的手 而且我覺得在台灣特別危險 因為在台灣 蛤 為什麼 很多都是套房 所以你可能在家裡 看電影是套房 在家裡看電影 不是出去看電影 不是外面 在家裡看電影 在家裡看電影 那很多人 就太套房 他們可能根本沒有沙發 兩個人要坐在床上 你已經在那個地方了 你更容易發生事情 空間很小 其實 其實我覺得 這些事情都是 全部的錯都是女生的 為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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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是很好的問題 我來解釋一下 為什麼 因為 因為如果 女生 不讓 不讓男生做 這些事情 對 沒什麼事 會發生 對 沒錯 女生只要說no 他講多一點 女生讓男生做這些事情 才可以 允許嘛 女生允許男生做那些事情 而且也許女生很主動 對 我們男生就是 不要講的一副 男生這種被動 我們都是吃吃 我們主動 我要吃肉 如果男生是單身沒關係 我們今天講的不就是代表說 如果男生有另外一半 還讓別的女生有這個機會的話 那就是你們的錯了 其實在瑞典 我們都是有一個說法 就是說 約一個人看電影 這個就是說 來我家上傳的意思 瑞典就是這樣子 如果你約人 不管是男生約還是女生約 在瑞典你約一個人 來你家看電影 就是 來我家上傳 真的假的 要不要祖傳到瑞典大家去 大家去 學他們看電影 去考察到底是不是真的 我以前在瑞典也有最樣子 因為你最樣子 因為這樣是最好的 因為你不是自己跟他講 我們來上傳吧 我們就是要不敢的 不用明講 他有暗示 要不要來我家看電影 如果他原因就是代表 好 馬丁講的是沒錯 我曾經有一個外國朋友 然後呢 他在台灣的時候 他有碰過一個朋友 台灣女生喔 然後那個女生 他知道這個男的 在國外也有女朋友 但是呢 這個女的 還想追他 然後跟那個男的說 要不要去看電影啊 那個男的覺得 我們好可以去看電影 結果呢 這個女的帶他去MTV 看電影 MTV是兩個人看電影喔 然後那男的有點嚇到 但是他還是喜歡喔 為什麼 因為女生開始了 女生就是有做一步 男生也會做一步 然後在MTV的時候 他們看電影看了十分鐘 結果那個女的 勾引他 如果女生沒有 沒有開始的話呢 這才不會就是 亂來 好像如果是接送的話 也會讓女生覺得很不舒服 而且像我以前大學有個同學 他就是 那個男生很喜歡那個女生 所以他就會一直跟他講說 欸那明天我載你去上學好 因為我們學校在淡江很遠 所以呢 他們住在民生社區裡面 他就想說就可以開車 然後去載他 可是明明完全就不順路 可是女生他貪什麼呢 他貪說太棒了 因為我可以一上車就睡覺 睡到學校然後再起來 這很好啊 對 他就覺得說沒關係 可是那男生也就覺得說 沒關係 因為他需要我 我們也有問他說 欸那你為什麼不會就是跟那男生講 因為我們都很清楚 那男生很喜歡他 那他就一直在逃避 就覺得說沒有啦 沒有我們是好哥們 就裝得很男人婆的樣子 可是我們都很知道 就覺得說 這男生明明就很喜歡你 為什麼不要就是斷了他這些 殷勤的接送情就好了 對 如果他沒有意思的話 對 然後他就說 為什麼不好 反正 我們在車上也可以聊得很開心 事實上 他們根本就沒有聊得很開心啊 就一直睡覺 因為女生全程都在睡覺 對 然後男生就開車 就是完全的當司機 女的一直睡 我睡著囉 不是 不是 幹嘛告訴人家 不是 不是 謝謝 男生請你別再當爛好人 假裝自己多有同情心 總是要安慰前女友 我覺得男生最糟糕的就是 每一次前女友打來 然後只要說怎麼怎麼了 多可憐 男生就會一副好像自己 就是很有大愛 平常要找他打球要幹嘛 都不行 然後如果是前女友打來 就非得飛過去安慰 你們怎麼回事 謝謝 謝謝